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呢 在大圈里画个小圆圈 然后呢 再把甜甜圈画上黑点 最后呢 把画好了的甜甜圈涂上颜色便完成了 首先呢 先画出一个立体三角 接着呢 把立体上的三角细节逐次往上涂 然后呢 再来画个圆形盘子在蛋糕下方 最后 把画好的蛋糕填上颜色就完成了 首先呢 画个一块雪糕再融化 接着呢 下面脱盘装不下 然后 再画个扁圆盘子在下方 最后呢 把画好的布丁填上彩色就完成了 再画一看 到这个表面 最后呢,把画好的糖葫芦涂上颜色就完成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